明空消失吗?美国的空中女王是全球首个开启环球飞行的女性,不料在飞越太平洋时离奇失踪。 八十多年过去,美国政府依旧痴迷于寻找她的踪迹,她究竟是谁,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,为何会突然消失,给人留下了一个未解之谜。 她就是阿梅利亚·埃尔哈特,下面带你了解她开挂的一生。 阿梅利亚是一位著名的女性飞行员和女全运动者,也是第一位获得飞行优异十字勋章,第一位独自飞越大西洋的女飞行员,创下了许多记录,还出过书,堪称是飞行界的传奇女性。 阿梅利亚1897年7月24日出生于美国德克萨斯州爱奇逊,还有一个小自己两岁的妹妹,格雷斯,自己是老大,所以理所当然成了领头人。 童年经常带着小朋友四处冒险,妹妹成了她的忠实粉丝。 说是冒险,其实就是调皮捣蛋,一会儿不找刺激,浑身难受,爬树,滑坡,养虫子等等,仿佛家里养了一个假小子,是我们口中三天不打上房接瓦那种。 父亲是在铁路公司上班,一家人和飞机并没有什么关联,让他第一次赶到飞翔还是在1904年。 叔叔制作了一个滑道,让他和妹妹可以在上面玩耍,非常刺激,但过于调皮也导致他受了伤。 可站起来后不仅没哭,反而兴奋地告诉妹妹,嘿,刚刚的感觉像是在飞,或许就是从这时开始,他开始向往着蓝天。 到了1915年,父亲工作被开除,因此他和妹妹也经常会跟着搬家,居无定所的,在学校也基本上都是一个人。 这期间变得非常独立,1917年的圣诞节,趁着假期,他就去加拿大多伦多拜访了妹妹哥雷斯,由于当时正处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,这期间,阿梅利亚见到了许多受伤的士兵,于是就自愿成为了一名护士,经过培训,很快就开始在多伦多的医院进行工作,也接触了很多飞行员,甚至还经常回去观看。 皇家飞行部队的飞行训练,这让他感觉自己离飞上天空又近了一步。 到了1920年12月28日,阿梅利亚和父亲在加州长滩参观了一个机场,就是这一天的经历改变了他的一生。 当时的飞机都是非常珍贵的,不是谁都能坐的,而阿梅利亚上去体验了十分钟, 离地面两三百英尺的高度,这感觉一下子就上头了,说啥也得学习开飞机。 从小在心里种下的萌芽已经成熟了,仿佛自己生来就是属于天空,但说起来容易,学习飞行的培训费就足足要一千美元。 当时的一千块可不是个小数目,可为了自己的梦想,阿梅利亚四处打工赚钱,从1921年1月3日开始学习,每天坐公共汽车,然后在步行四英里到达目的地。 他的老师名叫纳塔斯努克,也是一位女性飞行员。 最终经过六个月的培训,阿梅利亚也顺利买到了人生中第一架飞机,是架浅黄色二手的双翼机。 咱们都是二手车,人家上来就是飞机,根本不是一个档次。 事如珍宝,还特意起了一个名字,叫做金丝雀。 要说这有天赋的人就是不一样,1922年的10月22日,阿梅利亚驾驶着自己的金丝雀,直接冲到了14000英尺的高度,直接创下了女子飞行员驾驶飞机的高度记录。 还真的是出声牛赌,不怕虎,这也太猛了。 到了1923年的5月15日,还成为了第16位从国际航空联合会获得飞行执照的女飞行员。 在当时不断地刷新各种飞行记录,但很多人对她的飞行技术也是各有看法。 根据波士顿环球邮报称,她是美国最好的女飞行员之一,而很多的有经验的飞行员却看不惯她,只是认为她是个聪明好学的飞行员。 但飞行技术并不咋地,因为她飞行的时候,有时会出现一系列的计算错误,这可是非常致命的。 稍有不慎就会丧命,看到了自己的不足后,开始屈心向有经验的飞行员求教,不断精进自己的飞行技术。 到了1927年,阿梅利亚积累了近500个小时的飞行,而且没有任何严重事故。 话重点,没有严重事故,这可是很难得的。 可由于自己母亲投资失败,加上自己鼻腔需要做手术,最终只能忍痛割爱。 卖掉了那架金丝雀,开始了创业,但她依旧对飞行特别感兴趣。 后来,加入了美国航空协会波士顿分会,还成了副主席。 随着名气变大,在1928年结识了一位名叫希尔顿·莱利,是个出版商。 希尔顿打电话给她,问愿不愿意飞跃大西洋。 这一听激动坏了,立马就答应了,虽然这次她没有驾驶飞机,但也见证了这一状据。 1928年6月17日,费利纽芬兰飞了21小时在英国威尔士·拉内利附近降落,一下子就火了,还受到了美国总统的接待。 一时间获得了空中女王的称号,不断的接广告、出书等赚了不少钱,促进她能够完成自己的飞行梦。 1928年8月,她成为了第一位飞越北美大陆和又飞回的女性。 1929年,在第一次圣塔摩尼加至克里夫兰妇女飞行赛中获得第三名。 1931年,她驾驶一架自转悬翼机,创造了5613米的世界纪录。 到了1932年,她单独飞越大西洋,5月20日从纽芬兰·戈雷斯港出发,飞行了14小时45分钟后,降落在北爱尔兰德里北部的牧场上。 作为第一位单独飞越大西洋的女性,埃尔哈特获得美国议会十字飞行荣誉勋章。 法国政府荣誉军团勋章和赫伯特胡佛颁发的国家地理学会精致勋章。 但这都不能满足自己,刚好在1936年,她获得了普渡大学捐献的一架飞机,于是开始了计划环球飞行。 憋了个大招,虽然不是第一位环球飞行的人,但女性可是第一位,计划沿赤道飞行,共计47000千米。 1937年3月17日,和一位名叫鲁南的导航员,先是从加州奥克兰飞往檀香山。 由于飞机问题,在珍珠港进行维修后出发,后来飞机受损严重,飞行取消。 到了6月1日,进行第二次尝试,从奥克兰飞往迈阿密后,直接从迈阿密出发,经过在南美洲、非洲、印度大陆等,于1937年6月29日到达新几内亚亚来城。 他们共飞行了3万5千千米,剩下的1万1千千米全部需要跨越太平洋。 休息调整了几天,到了1937年7月2日,阿梅利亚和鲁南满载从来城出发。 他们计划的目的地是到达4113千米外的豪兰岛,只不过计划赶不上变化,在离豪兰岛约1300千米的时候失去了讯号。 这期间,他们曾和豪兰岛一艘船进行过通讯,称在他们上方。 早上7点42,埃尔哈特说,我们应该在你们上空,但是无法看到你们,燃料过少。 8点43,埃尔哈特最后一次广播,我们现在在157337线上,我们将重复这个信息。 随后,美国海军就展开了搜救行动。 官方寻找行动一直持续到1937年7月19日,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海上和空中寻找行动,共花费了400万美元,是当时最昂贵和最严密的寻找行动。 当时的400万和现在的400万都不在一个档次,可见,阿梅利亚在当时的影响还是很大的,但却没发现一点痕迹。 两个大活人和一架飞机就这么离奇消失了,最终在1939年1月5日被宣布死亡。 如今过去了83年,也没发现他们的尸骨。 有人推测认为,他们是由于是阿梅利亚的计划不良,执行糟糕,导致飞机燃料耗尽坠海,大概是在1937年7月2日上午10点钟,在豪兰岛不远处坠毁。 而在2002年和2006年,深海打捞专家花费450万美元,对附近进行了声纳探索,可结果啥也没发现。 还有人表示,当时处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,日本也准备和美国开战,占据了许多岛屿,很可能是迫降后被日军抓获,后被送往塞班岛,最后在监狱中病逝。 有的也认为,是流落在了太平洋荒岛上度过了余生,但人们搜救这么久没有一点发现,还是十分怪异的。 一度还有人觉得是意外进入了时空隧道,脑洞可以说非常大了,他们到底去了哪里,至今成为了一个未解之谜,一代空中女王的时代也就此陨落。 这里是创意即时,喜欢本节目记得关注、点赞、转发。